中国羽毛球队双打世界冠军最多的十队组合 第十名 田青赵云磊 三次女双世界冠军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发生消极比赛事件 头号种子于杨王小李等中外八名球员被取消参赛资格 最终二号种子田青赵云磊在女双决赛中击败一队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成为中国第四队女双奥运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这枚金牌也是女双至今最后一枚奥运金牌 田青赵云磊还在2014年丹麦巴勒卜普世锦赛女双决赛中 以2比0击败于杨王小李夺冠 并在2015年雅加达世锦赛击败一队丹麦选手未免成功 第九名 张军高龄 三次混双世界冠军 2000年悉尼奥运会混双决赛 张军高龄面对一队印尼组合 第一局被打了一个1比15 第二局也一路落后 就在大家以为冠军没了的时候 张军高龄以15比13 15比11实现了大逆转 帮助中国队首次拿到奥运会混双金牌 四年后的雅典奥运会 他们在决赛中2比1显胜一队英国选手 成为奥运历史上唯一一队未免了混双冠军的选手 他们还在2001年的西班牙塞维利亚世锦赛上 击败南朝鲜民将亲东文罗锦明拿到唯一一枚世锦赛混双冠军 第八名 李灵卫 韩爱萍 四次女双世界冠军 李灵卫和韩爱萍不仅是女子单打高手 他们强强联手也是女双顶尖水准 在1985年加拿大卡尔加利试锦赛 他们搭档在女双决赛中击败队友林英吴迪西夺冠 也是他们搭档的唯一一枚世锦赛金牌 他们还在1983年吉隆坡世界杯女双决赛击败队友首次夺冠 并在1986年雅加达世界杯击败一队印尼选手夺冠 在1987年吉隆坡世界杯击败林英冠卫真实现未免 第七名 林英冠卫真 四次女双世界冠军 和李灵卫韩爱萍一样 林英冠卫真也是女单女双双修的全能型选手 他们在1987年北京世锦赛女双决赛击败 李灵卫韩爱萍夺冠 并在1989年雅加达世锦赛击败一队南朝鲜选手实现未免 他们还在1988年曼谷世界杯击败一队南朝鲜选手夺冠 并在1989年广州世界杯击败另一队南朝鲜选手实现未免 第六名 高龄黄翠 四次女双世界冠军 高龄不仅在混双的成绩标柄史册 在女双的成绩也非常不俗 高龄黄翠虽然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双决赛输给杨维张杰文未能拿到冠军 但他们在世锦赛的成绩非常出色 先是在2001年赛维利亚世锦赛女双决赛击败张杰文魏伊丽夺冠 又在2003年博明翰世锦赛击败魏伊丽赵婷婷实现未免 高龄黄翠还在2006年马德里世锦赛击败魏伊丽张亚文第三次夺冠 他们在世界杯也有一冠 是在2006年击败奥运冠军杨维张杰文夺得的 第五名 陈清晨贾亦凡 四次女双世界冠军 陈清晨贾亦凡是世锦赛成绩最出色的女双选手 四次冠军的战绩无人能及 他们先是在2017年格拉斯哥世锦赛击败日本对手福岛游记和广田采华夺冠 又在2021年西班牙维尔瓦世锦赛击败南朝鲜选手李少熙深圣赞第二次夺冠 并在2022年东京世锦赛击败南朝鲜选手金昭印孔熙荣未免成功 又在2023年哥本哈根世锦赛击败一对印尼选手史无前例实现世锦赛三连冠 凡尘组合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输给一对印尼组合屈居亚军 期待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表现 第四名杨维章杰文四次女双世界冠军 杨维章杰文是除了葛飞顾郡外第二队同时拿到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的女双世界冠军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先输一局的情况下逆转高龄黄粹夺得女双冠军 在2005年美国城县世锦赛中再次击败高龄黄粹夺冠 在2007年吉隆坡世锦赛再次击败高龄黄粹夺冠 他们还在2005年世界杯击败威力张亚文夺得冠军 第三名张南赵云磊四次混双世界冠军 张南赵云磊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混双决赛 击败队友郑波马进夺冠 赵云磊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奥运会同时拿到双打和混双的球员 他们在世锦赛上也拿到三枚金牌 在2011年伦敦世锦赛击败一队英国选手夺冠 在2014年丹麦巴洛鲁普世锦赛击败徐称马进夺冠 在2015年雅加达世锦赛击败尤城包一新实现未免 值得一提的是 赵云磊还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女双和混双都实现大满贯的选手 而张南也只差一枚世锦赛男双金牌就能实现这一尾业 可见这队组合实力有多强 第二名蔡云富海峰 六次男双世界冠军 蔡云富海峰是上榜的唯一一队男双选手 他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输给一队印尼选手屈居亚军 但终于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击败一队丹麦选手如愿以偿 他们在世锦赛的成绩更加辉煌 先是在2006年马德里世锦赛击败一队英国选手首次夺冠 并在2009、2010和201年世锦赛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总共四次世锦赛冠军也是历史最佳 他们还在2005年世界杯击败一队印尼选手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 富海峰还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搭档张南未免了男双冠军 而中国奥运会只拿到这两枚男双冠军 第一名葛飞顾骏 六次女双世界冠军 葛飞顾骏是羽毛球历史上维尔至少同时两次夺得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冠军的球员 定一位是羽毛球王者林丹 葛飞顾骏先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击败一队南朝鲜选手 博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羽毛球金牌 又在2002年悉尼奥运会击败队友未免成功 三枚五星红旗同时升起 相信大家还历历在目 葛飞顾骏还在1997年格拉斯哥世锦赛和1999年格本哈根世锦赛实现了两连冠 并在1996和1997年世界杯实现两连冠 华队旗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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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